大家好,9月9号,国家统计局公布了8月份的经济数据 客观讲,不是很好,PPI比预期升至9.5% CPI低于预期,但是同比上涨了0.8% 简单介绍一下,这个CPI就是原材料成本的上涨的指数 CPI就是物价上涨的指数 PPI减去CPI,就是减刀差 如果PPI低于CPI,就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低于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原材料价格上涨并没有传导到商品的价格上 这样的话,企业的利润被压缩,甚至是赔钱的 反之,如果PPI的上涨小于CPI 那就意味着企业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低于售价 那样企专的利润就是扩大的 不过从8月份,甚至推至7月份 乃至推至疫情到现在 原材料的价格上涨,物价有所上涨 但是物价上涨并没有原材料上涨的厉害 也就是说企业的利润依旧是被压缩的很厉害的 这里反映了下面好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也放了一些水 但是放水是不会进入消费市场的 它只能推高资产价格的泡沫 所以你看我们8月份乃至7月份 这个CPI下降的部分主要就是猪肉 还有水果,也包括牛肉 猪肉下降呢,对吧 大家都很清楚 水果下降了,因为现在进入了夏季 水果都是丰收的季节 水果自然也是下降的 但是扣掉猪肉,扣掉水果 教育,医疗,包括居住,文化产品等等 这些价格都是在上涨的 医疗教育,文化产品等等价格啊 都是在上涨的 所以啊,如果扣掉猪肉,扣掉水果啊 其实我们CPI的价格上涨的,其实也是不低的 也是在持续的上涨的 那么PPI里呢,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化工原料 上涨的幅度啊,都是非常大的 金属制品,对吧 这个也会随着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上涨的 化鲜产品也在上涨的 但是上涨的幅度啊 并没有 这个原材料上涨的幅度大 所以企业的压力啊,也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里有分两部分看啊 一部分是出口 我看很多人喜欢拿出口来讲 但是啊,我们这个企业的成本或者利润 你不能光看出口啊,还要看内需 那么现在出口啊 这个先说一下啊 之前录过视频 其实看过一些自媒体,看过一些东西啊 目前来看啊,看的是不对的 就是国际大宗商品原材料的价格上涨 我们出口的商品价格也在上涨 但是上涨的幅度依旧没有抵消原材料的上涨 也就是说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通过输出通胀 譬如反向输入给美国 这个其实目前是达不到的 呃,基本上吧,原材料价格在不停的上涨 我们的出口产品是不太看涨价的啊 而且,呃,我们国内的产品最终卖到美国 这个涨价的部分呢,基本上是被航运给吃掉了 真正的出口企业吃掉的不多 这里面有好几方面的原因啊 呃,我在知乎关注了一个大V叫做李建秋 按照他的说法吧 呃,他说还是很内卷啊 目前东南亚的产业链啊,都被打击掉了 对吧 世界上啊,主要的工业品啊,只有我们国家能出口 其实我们国家的出口啊,是可以提价的 但是很多企业依旧是不提价的 嗯,还是利用低价占领市场 甚至李建秋举例啊,也包括某一个国企下属的两个子公司 在竞标同一份订单的时候 其他国家所有企业全撤了 国内的民企也都撤了 就剩这家国企下属的两个子公司了 这俩子公司还在那互相押价请订单呢 对吧 觉得这个事啊,还是比较荒诞的啊 还是比较荒诞的 呃,这也涉及到我们的一些企业的思维 尤其是在出口方面 就是在对外出口呢 始终是要低价的出货 追求薄利多销 但是对内啊,还是要压榨员工的 要想办法呀,降低成本的 这个思路啊,还是要改一下啊 这个思路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贵族式的思路 当然这个贵啊,有一些下贵的贵 啊,当然客观讲啊 一些中小企业啊,其实也是很没办法的 所以这一轮的物价的上涨,打击最大的 其实还是中小企业 呃,我们过去有好几轮的小微企业的降准 呃,这两方面啊吧 一方面能否进入小微企业 对吧,另外一方面啊,很多小微企业 拿到了这个定向的扶持 是否真正的会进入企业的生产呢 还是把钱啊,继续进入资产领域 房产不好进了,会不会进入租房领域呢 所以租房价格,对吧 陆续的上涨啊,跟大量的资金进去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呃,其实这个原材料的上涨啊 有国际市场的炒作 但是国内也在进行大量的炒作 这一点啊,也是 对吧,不能忽略掉的 那么抛外国际的部分就是第二部分了 就是国内 那国内啊,内卷竞争是很激烈的 企业是不敢提高价格的 呃,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啊 啊,对吧 呃,国内同质的商品还是很多的 你假设我举个例子生产服装吧 A公司能生产,B公司能生产,C公司也能生产 A公司涨价了,B公司,C公司 一定会降价来抢清单的 所以很多企业呢 亏本亏的不多,也在勉强的维持着 但是啊 呃,我们很多居民会感觉到 物价上涨主要是城市 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 呃,其实这个物价的上涨啊 并没有反映在商品价格 或者说企业出厂价格的上涨 主要还是在房租价格的上涨 房租上涨了不仅仅是住宅 也包括门市房 这个价格上涨也是非常厉害的 那这些价格的上涨呢 会附加到商品领域的 从消费者领域来说 你都感觉到上涨了 但是,但是啊 对吧,如果从这个 我们CPI和PPI的初衷啊 反映企业的利润等等 这个角度来看呢 其实还是没有上涨的啊 或者上涨的非常有限的 根本就不能覆盖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我也和在大城市的网友们沟通了一下啊 对吧 他们就感觉啊 这个今年下半年啊 尤其最近几个月啊 其实什么都在涨的呀 但是我感觉什么都没涨还在降价 对吧 区别就是啊 大城市啊 这个成本很高啊 成本不是商品价格的成本 包括租房的成本 也包括用人的成本 像我们这里对吧 我经常赶集买东西 这些赶集的小摊放呢 他也不租房了 对吧 所以会反映到商品价格呀 其实我看是略有下调的 平时买一些东西啊 会以往反而略有往下跌的 对吧 所以这一波呀 对一些存粮或者这个资金呀 比较少的中小企业来说呀 还是比较艰难的 不太好挺过去 尤其是在疫情之前 或者疫情当中 一些小微企业 一些突然创业的企业啊 呃 其实是大部分是灭顶之灾的啊 大部分是灭顶之灾的 哎呀 这个情况啊 其实不是很乐观啊 不是很乐观 对吧 呃 而且我们从这个海关总署的数据来看 出口价格是在上涨的 上涨的主要部分是航运的上涨 并不是企业商品的上涨 对吧 其实这个航运的上涨啊 和房租上涨是差不多的 这个国际航运啊 第一个大部分不在中国的手里 第二个 即便是在中国的手里 航运公司他赚了很多钱 他在暴涨啊 和企业和相关的企业这个公司的利润呢 是在被压缩 你也不能说它是一回事 不一回事 行业公司赚再多的钱 相关的 对吧 制造的企业啊 或者是相关的工业啊 他没有赚到钱啊 他面临的压力啊 也依旧非常大的啊 所以 呃 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呢 价格是涨了 但是啊 主要的部分在航运的部分 嗯 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来看 呃 销售的利润呢 远远低于啊 这个生产的成本 甚至说不能覆盖生产的成本 所以譬如以我们国家纺织品为代表的 很多人呃 这些企业啊 接到了订单 已经拒绝生产了 甚至不再接单了啊 以前签了合约的 那没办法 并没有违约啊 跟你生产完 新的合约不再接了 既已经不接了 对吧 那你对吧 还是那句话 你航运价格暴涨 你说你跟我企业有什么关系啊 我已经越来越不能覆盖原材料价格的商场 所以这些问题啊 归根结底问题在哪呢 呃 两方面吧 对吧 一方面啊 资本的炒作呀 还是非常的厉害的啊 呃 我就给你举呃 今年上半年 对吧 呃 涨55成 涨幅最大的 这个房租涨幅最大的是上海 我看过一些评论啊 第一呢 上来就讲供需矛盾 我大概查了一下啊 其实上海市啊 在今年上半年人口是外流的 呃 我看有一些人呢 我觉得是一些中介在炒作 说今年毕业大学生 多余往年 对吧 那大学生当然主要上这个北上旺盛了 你看今年租房市场多么旺盛啊 呃 毕业大学生虽然是多余往年 但是啊 今年这个从数毕业数据来看 选择一线城市的 其实是在减少 呃 二三线城市选择的这个学生呢 是更多的 那第二点呢 对吧 这个租房市场你不能光看大应届学生啊 你得综合看综合看啊 呃 我觉得在一线城市 包括在上海似乎应该能够感觉到吧 其实人是在变少的啊 因为房租涨的这么厉害 工资几乎没有值得上涨 对不对 那你这干了一年也剩不下什么钱 那很多其实选择走了的 去选择走了的 那既然啊 其实这个需求端啊 并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的 那为什么还出现这个情况呢 呃 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呀 一个叫做自如 对吧 之前啊 这些城市 爆了这个蛋壳公寓的事件啊 但是蛋壳公寓爆炸了 后面啊 其实干的是更加疯狂的 比如自如 自如呢 就大肆的在收房子 很多房子啊 高于市价20%到30%的收 他收了一个呢 那周边的房东虽然没有和自如签订协议 但你看 对吧 我家邻居涨了30%了 那我也得涨啊 对吧 他会带动普面的上涨的 再一个呀自如这种互联网平台呀 他是收购了大量房源的 呃 不仅自如啊 譬如链家 链家在今年3月1日推出了一个业务 叫做响听当 这个业务啊 宣传的非常美好 是房东租客 中介三营 房客怎么赢呢 零中介费啊 没有中介费了 房东怎么赢呢 对吧 租金给你上涨 你每年每月收到租金上涨 而且啊 还给房东提供免费保洁 VIP速拍 管家服务 60万元 加产 加财保险 那你看多好啊 有60万元的 加财保险 管家服务 VIP速拍 免 保洁 全免费的 啊 有链家的响听当来负责 对吧 那么中介呢 他也赢 中介赢在哪啊 他没有明确说啊 反正中介赢了 但是你仔细分析这个事呢 其实啊 这个房东和正介的确赢了 说的还是租客嘛 你不管是这些免费的服务啊 对不对 那还是有成本的成本非出啊 还是租客出吧 那你像不管是自主啊 还是链家的响叮当啊 这一系列的互联网的中介平台啊 其实还是在继续的 在金融化的啊 因为住宅市场限购啊 金融化越来越难了 但是这笔钱啊 还是在的 那链家本身就干中介的嘛 嗯 不倒卖房屋了呀 人家倒卖租房市场去了 这个资本还是要追求增值的嘛 对吧 呃 那最后吧 还是以前那句话呀 很多事情啊 嗯 还是阶级矛盾 对吧 你不管是中介 你 我有朋友做中介的 我以前讲过 也挣了不少钱 那你说他爱不爱国 他当然爱国了 但是他还是希望他这个中介的业务干的越来越大 他要挣更多的钱 对不对 嗯 当然他也会跟我讲 你什么都讲阶级矛盾啊 对吧 你看我们 是吧 能能能有那么多的房源 能卖那么多的钱 那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信息啊 有时候还给我讲讲课啊 21世纪什么最重要 重要的是人才 不是学历 不是科学 不是这个 是信息 有信息啊 对吧 你才能挣大钱啊 对吧 当然人 当然我也不是说人家是爱国的吧 那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好